中国国民党行动中常会8号遗失南投举行 会中党员再度对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建议案提出质疑 担忧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说不清而沦为小绿 此外 以南投县长林明珍为代表的党员 也在会上呼吁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不要分裂 这场中常会反映出国民党的哪些隐忧 愈演愈烈的茶壶内风暴 就将给国民党带来怎样的现实考验 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志 陈凤新为您全面分析 日前 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一农 因炮轰汉光演习就是表演 惹怒蔡英文与台防务部门 不过这一争议言论并未影响 她与蔡英文一起入列民进党青年暑假迎队的讲师名单 那么蔡英文为何如此重视吴一农 民进党卖力巩固青年选票的背后 与柯文哲有着怎样的关系 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志 陈凤新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突破300万 特朗普政府却要求高校全面恢复面对面教学 并且强推新规 令完全选择网课的留学生会被驱逐出境 引发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愤而起诉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究竟有何盘算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离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紫乔 我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栏目由金砖汇用酒 福茂较酒赞助播出 带你来看新闻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8号下午到南投主持行动中常会 据议会者转述 针对高雄市议会议长博选 江启臣在会中承诺 一定会让国民党保住议长宝座 岛内政坛不少人也在关注 高雄市议会议长选举 是否会成为江启臣的终局之战 此外 国民党内对于 立案新论述建议案 高雄市长博选等议题的质疑声浪 也日益高涨 这让蓝营的茶壶内风暴愈演愈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公布改革方案 初步报告后 引发党内热议 党主席江启臣为此推动行动中常会 前往各地倾听党员意见 8号下午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 遗失南投县召开 江启臣在致死时表示 南投县有527位大陆配偶 目前大陆的长江中下游一带 正遭遇水灾 在此他代表国民党表达慰问之意 据蓝营对内部意见的统计整理显示 就两岸新论述建议案部分 会中不少党员质疑国民党 抛弃九二共识的利弊何在 同时也担忧蓝营 倘若在两岸论述上说不清 恐怕会沦为小律 这些意见表明 目前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建议案 与抛弃九二共识 在党内仍然充满疑虑 国民党南投行动中常会上 火药味浓厚 据谭媒爆料 国民党籍南投县长林明珍 在会上发布施政工作报告时 忽然开炮 痛批国民党最糟糕的就是爱搞分裂 他进一步呼吁 民进党打算在2022年 把南投拿下 自己不想将八年的建设成果拱手让人 蓝营一定要争气 守住南投 而针对日前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内斗严重 令高雄市议会议长补选出现警讯 国民党中常委审志会发言时 也质疑江启臣 没有做好协调工作 才造成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的分裂 那你是不是觉得说这次议长补选 你也蛮忧虑的 据悉江启臣在会中回应称 自己在已故的原高雄市议会议长许昆源 领前发誓 将尽全力为国民党守住高雄市议会议长的位置 甚至还撂下重话 赌上自己主席一职 当天国民党中常会结束后 江启臣在受访时表示 目前高雄蓝营整合顺利 有信心保住议长职位 9号江启臣陪同国民党高雄市长 补选候选人李梅珍 拜访高雄市凤山运动中心时 对于相关话题再度做出回应 我想不只我 我们很多的党籍议员 为议长讨公道 让议长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所以守住议长这个位置 对我们来讲 只来做担保 我的位置这不算什么 布兰木与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也要感谢玉花薄秀刚 对布兰木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花 那就相关话题 我们来联系一下台湾的时事评论员 李孔志和陈凤鑫 二位好 首先请降下陈女士 中国国民党中央公布改革方案 初步报告后 引发党内的热议 根据8号国民党南投行动中常会 现场统计整理的内部意见显示 在立案新论述建议案部分 所有质疑都围绕着九二共识 党员质疑抛弃九二共识的利弊何在 以及担忧 来赢若在立案论述说不清恐怕沦为小绿 那对此你有何观察呢 好的主持人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 过去两岸政策一直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资产 但是近来的情势发展 好像两岸政策已经变成了国民党的包袱 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九二共识 而是在于国民党对于两岸论述这件事情 他能不能更清楚的明白九二共识的本质 我们先要理解的就是 九二共识其实说穿了 它就是两岸之间的求同存异 那么在国民党提出了改革主张的初期 确实对于要不要抛弃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似乎出现了内部的一些不同的声音 九二共识它把某种程度的彼此之间 两岸之间不同意见的部分 求同存异的那个异的部分 把它给模糊化了之后 让两岸之间在很多的制度运行上面 可以顺畅 但是这种模糊执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它那个相异点所产生的矛盾 就自然浮上了台面 也就成为了现在两岸之间的最难处理的深水区 国民党如果希望能够赢得台湾民众的支持 而且绝不放弃那个最终寻求的那个目标的话 它就必须要让九二共识当中的本质 可以有深化 甚至于充分的显现出来的那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那么国民党内的这个主张当中 有人担心九二共识抛弃之后 会伤害的就是两岸交流和平 也有人担心说 如果一昧的只强调两岸和平交流的话 会不会失去了台湾主体性 而九二共识原本是包容这两个 可能比较困难的一个组合 但是现在看起来 九二共识的本质如果能够更加的显现在台面化的话 其实这一个本来九二共识当中 所要去表达出来的两岸求同存异的这一个主张 就有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了 那在此次南投行动中常会上 南投县长林明珍呼吁党员团结不要分裂 蓝营一定要争气守住南投 那他还说国民党让我感到最糟糕的就是分裂 这一点让我最痛恨 那请教一下李先生 那您怎么看待国民党近期又传出的内斗风波 那分裂会成为国民党接下来要面临的危机吗 其实政党是应该容许竞争存在 那么竞争跟内斗完全不一样 内斗的结果是赢了不光荣输了不甘愿 那么这个党的势力就可能因此分崩离析 可惜过去国民党长期以来 存在着多次大大小小的内斗之后的一个分裂 那么在96年的时候 宁阳港郝伯村所谓国民党内的非主流人士 他们要来竞选 那么参加大选 结果呢也带走了一批所谓原来国民党的支持者 当然2000年宋楚瑜 另外从国民党离开筹主一个清明党 以及到最近这一次今年的大选 那么韩国瑜 郭台铭还有王金平为了争夺大位 彼此的一个权力的竞逐 其实都让人家感觉到国民党 在多年以来不断在流失自己的力量 让支持的群众有一些轻痛仇怪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的确是蓝营的成员最难过 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尤其是基层的支持者 我想他们对于国民党来看 他们觉得国民党真是恨铁不成钢 一次一次的分裂 让民进党有更多的机会 那我对这一次最近的这样的事件看起来 我是认为似乎还不到所谓内斗 甚至连竞争的边缘都还没开始呢 因为这感觉出来 最近的对于朱立伦 对于江启成 要不要参选明年国民党党主席的话题 我觉得好像可以透过更民主的方式 那么来做一个公平的竞争 似乎国民党某一些人已经掉落民进党 现在这一种见缝插针的一个设计当中 自己沉不住气 反而给了敌对政党更多的机会 最新的调查 民调告诉我们 国民党好像剩下不到20%的支持率 对于青年 特别是20到24岁左右的青年 那个支持度据说是趋近于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民党团结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来搞分裂 哪有可能来做一些内斗呢 如果在这样放任恶意的重伤 或者旁边的这一个幕僚的传话 放话的话 那么加深彼此的仇恨跟不满 其实就真的落实轻痛仇快 让民进党捡到更多的机会 让台湾的发展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想这不是最不应该再看到的情况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解读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好 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方面 日前台军汉光演习预演期间发生事故 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 副执行长吴一农点出核心问题 直指台军的训练 长期以来大多是为了表演需求 每年最大场的表演就是汉光演习 尽管台媒称蔡英文对吴一农的说法相当的愤怒 但是仍将其列入民进党青年暑假营队的讲师名单 叛弃协助经营年轻族群 香港中平社分析认为 民进党如此卖力巩固青年选票 似乎是冲着台湾民众党而来 希望再多吸取一些支持柯文哲的年轻选票 台军汉光36号演习将于13号正式登场 9号台军在台中市清水甲南海滩 进行所谓的三军联合反登陆时代预演 此前进行的汉光演习预演中 发生了橡皮艇翻覆事故 造成7名士兵落水 两名士兵丧生 而负责此次训练任务的杨姓少校 在办公室楼梯间轻生 日前 备受民进党重视的政治新人吴怡农 在其个人脸书上 将炮火对准民进党当局 直指汉光演习已经沦为每年最大场的表演 此推文经过一晚的发酵 共有176则留言 1.2万人按赞 并且有400次分享 获得高度讨论 而多数岛内网友的留言 都认同吴怡农的观点 所以这些在您看来都是表演适应 最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就是过去20年 我们的军事平衡 我们的军事状况 已经改变太多了 吴怡农的这番言论 似乎捅了绿营的马蜂窝 蔡英文在受访时 刻意对此作出回应 我觉得吴怡农这个说法 不尽公平 探光演习也是演训的一部分 所以此时此刻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替我们的军事加油 不仅如此 台军方一连发布几波文宣 反复强调台军从不作秀 而同为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前民代段一康 8号下午在其个人脸书上发声力挺吴怡农 他说演习测验下基地的首要目的 本来就是在找出部队的弱点和缺失 追求临场表现完美 往往反而掩盖了问题 自家人开炮 摆明让蔡英文难堪 不过民进党在8号举行的中场会 不仅用大数据分析青年选票的人口流动和政策关注度 也召开青年暑假营队的记者会 外界注意到 除了蔡英文 吴怡农也出现在民进党青年暑假营队的讲师名单上 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 民进党可能不认为国民党在年轻选票上有竞争力 经营年轻人的目标所定的是台湾民众党 且民进党可能也评估 2024大选 柯文哲对民进党的杀伤力比国民党人选更来的严重 因此除了猛力攻击柯文哲以外 也要吸收支持他的年轻选票 日前才炮轰蔡英文汉光演习就是每年最大场的表演的吴怡农 现身民进党青年暑假营队的讲师名单当中 那近来有台湾媒体称 吴怡农从默默无闻变身政治偶像 那请教一下陈女士 这个吴怡农是何来历 那之前蔡英文还直接批评吴怡农汉光表演说法不尽公平 那为什么又把吴怡农安排在讲师的名单当中呢 其实吴怡农他的家世背景来讲 可以讲说是更正苗绿 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的父亲吴乃德 他的伯父吴乃仁 如果对于台湾政治熟悉的话 就会知道 那么在民进党当中 有一个最大的派系 就叫做新潮流 新潮流可以说得上是民进党当中 他的纪律最严明 同时他们有非常完整的 对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设计 而且对每一个人的政治前途 其实都有他的安排 因为纪律也明 然后他的组织非常的细腻 所以使得他们的所有的成员 在政治的路途上面 要怎么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进 他们都安排得妥妥贴贴的 谁去当助理 然后接着谁又去选议员 然后接着谁去当立法委员 其实那一步一步都安排得非常好 而吴乃仁就是这个新潮流 整个的创派系当中 最重要的一位 跟他其实立地位相当的 就是邱义人了 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 是新潮流派系当中 大佬中的大佬 而吴怡农 其实就是吴乃仁的侄子 但是如果只是看说 是吴乃仁的侄子 他就小看了吴怡农了 因为他的父亲吴乃德 那么现在在中研院担任 这个研究员 他说起来他是学术界出身的 可是实际上面 他也是扮演着民进党 从早期还没有阻挡之前 到现在阻挡之后 很重要的在他的路线上面 以及他的整个的内部的一些 整个的整个论述上面 最重要的架构者之一 所以他的伯父是行动者 他的父亲是思想者 两个人加起来呢 其实在民进党里头的分量 非常的重 那吴义农当然他有 他自己本身条件 不管是呢 如果我们纯粹就 网络世界当中 对外形的一个重视来讲的话 他长得帅 而且体格练得非常的好 那个人的条件当中呢 又是学霸出身 所以很快的 借由新潮流 在网络世界当中的呼风唤雨呢 很快的将吴义农捧成了一个 政治明星当中的政治明星 吴义农呢 其实日前去批评了台湾的军方 然后认为台湾军方的汉光演习 完全其实就是只是作秀而已 其实这一句话 是完全符合民进党支持者的看法 民进党的支持者 从过去到现在 反军方的特质是一直存在的 至于蔡英文说的话 民进党的支持者会很轻易的 就说他是因为现在的职务 所以非要讲这样的话 黑白脸之间呢 其实可以扮演的非常的灵活 而且因为吴义农已经被包装成为 政治偶像了 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说 尽管他们在对军方的看法 公开去扮演那个黑白脸 但是要将吴义农 借由他的政治偶像 去吸引年轻人的这一个策略 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回来 带您继续就相关话题 展开讨论 突破 挑战 乐虎 释放你的能量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瓶砖和其症 结果更尽性 瓶砖凉茶和其症 灰指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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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俩 灰指甲 认靓甲 灰指甲变色 变厚 变脆 变小 选择靓甲大品牌 国家发明专利 21年专注灰指甲 坚持用 有疗效 靓甲牌 孵方巨为铜点茶剂 快好药业 我要进国家队 我要未够成功 我要事业成功 我要考虑考虑 未动力 成队有国力 人生有动力 好渴 来瓶康师傅冰红茶 冰块柠檬茶辣 释放十足冰力 康师傅冰红茶 冰力十足 难痛快 来一片渲卖 陪我持久热爱 美味有多久 热爱就有多久 管它什么热爱 根本停不下来 渲卖无糖苦藏糖 美味吃久 久到离谱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阳光欢乐 好喝 康师傅果汁 清新结婚 来福建 得喝福毛啊 哇 好酒 福毛较酒 可以喝一点 藏一点 送一点 一点都不能少 新装惠物用酒 福毛较酒 唱不上去 还好我有 康师傅冰糖雪梨 精选多汁雪梨 融入清甜冰糖 冰糖清 雪梨润 清润梅客 康师傅冰糖雪梨 宝宝 你的天生美好 我要用所有的爱 去呵护 蓝珍 二十倍乳铁蛋白 多为火性营养 激活宝宝 五大成长力 蓝珍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阳光 欢乐 好喝 康师傅果汁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提示精神 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超越 加快建设 机智活 产业优 百幸福 生态美的新福建 康师傅绿茶 精选两个月一新嫩茶叶 富含茶多分 茶味更清新 搭配天然蜂蜜 给我活力好心情 康师傅绿茶 清新活力 关注留守儿童 让心灵不再孤单 喝水和打球一样 细节至关重要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八道工序 国家专利 更安心 加矿更健康 选安心选健康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本栏目由豆本豆 专注植物营养 豆本豆豆奶 特约赞助播出 唱不上去 还好我有 康师傅冰糖雪梨 精选多汁雪梨 融入清甜冰糖 冰糖清 雪梨润 清润每一刻 康师傅冰糖雪梨 时尚像一颗圆圆的糖果 每一次的释放出心意 有缘哦 每一次的带来清新 清静 我们很熟吗 熟到可以 喝这瓶茶 康师傅茉莉蜜茶 甜蜜浪漫 花和茶本该在一起 就像 我和你 花清香 茶腥味 康师傅茉莉蜜茶 欢迎来到我的天然直播间 触手可及的天然 我推荐超能APG系列 天然椰子油 加欧盟有机认证的APG精华 天然喜护就是超能 超能 海力QN1803不锈钢管 科技新品 抗锈强 亮度高 三包至宝 海力QN1803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紫乔 那就民进党 组青年暑假营队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台湾的实时评论员 民进党越来越注重抢攻青年选票 8号中常会甚至锁定年轻人为主题 用大数据来分析青年选票的人口流动和政策关注度 那有分析指出 民进党这么卖力经营年轻族群 巩固青年选票 就是为了围堵可问者 那对此 李先生您怎么看 是民进党对于青年人的经营 或青年选票的重视 的确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很懂得选举的一个政党 因为从这一个台湾的选举生态来看 每年大概 每四年大概有将近90万左右 现在的出生情况 每四年会有差不多90万的满20岁以后 第一次有投票权的人 那么当然也太坏了一些老一辈的人士 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行使这样的权力 所以如果一个政党能够把握住青年选票的话 对他往后几十年的政权的稳固 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民进党长期就很努力在这样的扎根 至于说民进党这样的工作 是不是完全针对柯文哲 我倒并不这么认为 只是说在我们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的话 国民党似乎在青年这一块是严重的不足的 柯文哲的民众党在青年这一块 拥有相当的支持者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自己在青年的经营 主要还是为了自己未来在选票上面 特别是年轻这块选票上面 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道 那只是好巧就是柯文哲 他的民众党正好也在年轻选票上面有所琢磨 除了青年选票上面展现的实力以外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社会 普遍还呈现了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就是参加公职选举的人 一定要年纪轻一点 在这样多重因素之下 似乎重视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 就是一个好像很懂得反省自省 有改革能力的政党 那么民进党在这个节奏上面 的确是比较快一些 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先机 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也在激起直追 也在努力扭转他在年轻选票经营上的困境 未来的情况我会觉得 谁能够掌握多一些的年轻选票 能够在公共的论坛上面发出更多的声音 能够在投票的结果上面 得到更多的支持力量 谁就能操纵台湾的政治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解读 那下面是广告之间 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新闻 爱是最美的味道 心里有爱 心有面容 好事早餐吐司 好事好事 突破 挑战 乐虎 释放你的能量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瓶砖和其证 结果更尽兴 瓶砖凉茶和其证 海力QN1803不锈钢管 科技新品 抗锈强 量度高 三包至宝 海力QN1803 好可啊 来瓶康师傅冰桶茶 冰块柠檬茶浪 释放十足冰力 康师傅冰桶茶 冰力十足 燃痛快 来一瓶炫麦 陪我持久热爱 美味有多久 热爱就有多久 管他什么热爱 根本停不下来 炫麦无糖苦藏糖 美味持久 酒到离谱 康师傅绿茶 精选两叶一新嫩茶叶 富含茶多分 茶味更清新 搭配天然蜂蜜 给我们活力好心情 康师傅绿茶 清新活力 时尚像一颗圆圆的糖果 每一次都释放出心意 有缘哦 每一次都带来清新 清静 喝水和打球一样 细节至关重要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八道工序 国家专利 更安心 家矿更健康 选安心选健康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我帮你拿吧 我的包有人拿了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我们很熟吗 熟到可以 喝这瓶茶 康师傅茉莉蜜茶 甜蜜浪漫 花和茶本该在一起 就像我和你 花清香 茶腥味 康师傅茉莉蜜茶 宝宝 你的天生美好 我要用所有的爱 去呵护 蓝针 二十倍乳铁蛋白 多为火性营养 激活宝宝 五大成长力 蓝针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阳光 欢乐 好喝 康师傅果汁 突破 挑战 乐虎 释放你的能量 喝乐虎 提神抗疲劳 瓶砖合其症 结果更尽性 瓶砖凉茶 合其症 灰指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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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见 啊再见 啊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俩 灰指甲 任量甲 灰指甲变色 变厚 变脆 变小 选择量甲大品牌 国家发明专利 二十一年专注灰指甲 坚持用 有良效 量甲牌 富方巨为 铜点茶剂 快好药液 唱不上去 还好我有 康师傅 冰糖雪梨 精选多汁雪梨 融入清甜冰糖 冰糖清 雪梨润 清润每一刻 康师傅 冰糖雪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紫强 布兰木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三百万例 疫情扩散速度为全球各国最快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彭斯 却不遗余力地向各州喊话 要求全美各高校必须在秋季复学复课 同时发布新证对在美留学的国际学生开刀 强推面对面授课 美国政府将高校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行径 随即引发美国各高校的强烈反弹 在当地时间8号 美国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南加州大学 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起了诉讼 连日来 美国联邦政府为施压高校重启校园 动作频频 当地时间7月7号 特朗普在拜工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 公开向各州州长喊话 要求各地学校在秋季全面重新开学 当天他也在推特上用字母全部大写的方式写道 学校必须在秋季复课 而作为特朗普左膀右臂的副总统彭斯 当天在与各州州长的电话会上也直接挑明 学校复学复课 是关乎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件关键性大事 哪怕可能要承担健康安全上的巨大风险 也在所不惜 这一言论随即招致各州州长的强烈反弹 纽约州州长科莫8号回应称 学校何时重启 应由各州决定总统无权干涉 We very much want to open up schools in September We very much want children back in school If anybody sat here today and told you that they could reopen the school in September that would be reckless and negligent of that person It would be negligent You don't know what the infection rate is You don't know what else is going on And you decided at a much earlier time when you actually had to decide 为施压大学重启校园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6号发布通告说 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 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 这意味着许多在美留学生不得不在限定期限内离境 然而鉴于美国的疫情情况 许多国家并未对美国开放边境 这让众多留学生陷入两难境地 I'm going to have to go home And so I started doing all the proceedings Now I have I guess 18 days to sort of Yeah I went to visit storage units yesterday I put my car for sale I just there's just a lot going on I cause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able to come back And I have to figure out There's no direct flights anymore to France There used to be direct flights to Paris Now there's not enough to figure out 为迫使美国高校在今年秋季复学复课 特朗普政府竟然拿百余万 在美留学的国际学生开刀 这令美国教育界的担忧情绪不绝于耳 认为这将给国际学生到美国留学 造成更多混乱 学生今秋赴美留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当地时间8号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向位于马萨助塞州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对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 留学生签证新规实行临时限制令 以及初步和永久禁令 随后全美留学生最多的学府之一 南加州大学也宣布支持该诉讼 美国疫情严峻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 却一直在试图淡华疫情的危险性 共和党预计于8月24号至27号 在北卡州夏洛特市和佛州杰克逊维尔市 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两地疫情近期都出现了反弹势头 目前多名联邦参议员表态不出席 其中大多数人表示 是出于对新冠疫情的考虑 好 那就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先生 杨先生你好 那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突破了300万例 那特朗普政府却要求高校全面恢复 面对面授课 并且发布新规称 完全选择网课的留学生 将无法留在美国或入境美国 那等于是变相限制了移民 那您觉得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会无视疫情严峻的形势 逼迫学校复课呢 特朗普这个决定呢 其实跟他前一段时间 无视疫情的严峻形势 号召和鼓励 敦促各个州尽早复工 是有一起同工之妙的 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讲 最重要的问题2020 不是如何把疫情控制住 当然了也能控制住更好 但是如果在控制疫情 和抬升选情 这两方面有矛盾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选择抬升选情 那么从复工复课 到恢复各种社会活动呢 是有利于他的选情的抬升 包括聚会 但是有一条 全世界都在有一个通行的规则 就是在抗疫期间 隔离封城居家 这一系列的保持社交距离 甚至拒绝社交活动的这些禁令呢 其实是有利于抗疫的 因此在这个有利于抗疫 还是有利于选情方面 他实际上政策措施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特朗普这次对学校的这种 这个要求呢 其实恰恰是出于 有利于险情这个角度 而不是有利于疫情 目前刚才主持人讲到 美国的这个疫情 确诊人数超过了300万 这么短的时间 急剧攀升 尤其是最近这两个星期 回升特别快 其实是对前一段 有一些州重启经济 包括恢复一些商业活动 再加上呢 这个抗疫示威的 这个抗疫示威选举和各种聚会的 这种重新恢复 打破了社交距离的时候 那么疫情就起来了 因此这一次的这个特朗普 要求各个学校恢复现场上课 又是一次打破社交规则 一个行政令 因此呢 如果他的这个要求 被付诸实施的话呢 那么在美国各个大学 所在的地区 难免会再度出现的疫情反弹 因此呢 他的这个决定本身呢 不仅会给美国的各个校园 带来危险 其实已经遭到学校的这个反对 好的 谢谢杨夕宇先生 下面是广告之间 广告之后继续就相关话题 展开讨论 爱是最美的味道 心里有爱 心有炼肉 好事早餐吐司 好事好事 挥指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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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见 啊再见吧 得了挥指甲 一个传染脸 挥指甲 挥指甲 认量甲 挥指甲变色 变厚 变脆 变小 选择量甲大品牌 国家发明专利 21年专注挥指甲 坚持用 有良效 量甲牌 富方巨为 铜点茶剂 快好药液 海力QN1803 不锈钢管 科技新品 抗锈强 量度高 三包至宝 海力QN1803 好渴啊 来瓶康师傅冰红茶 冰块柠檬茶浪 释放十足冰力 康师傅冰红茶 冰力十足 燃痛快 当时来之不易 珍惜从我做起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阳光 欢乐 好喝 康师傅果汁 水上活动有危险 仅剩下水保安全 我们很熟吗 熟到可以 喝这瓶茶 康师傅茉莉蜜茶 甜蜜浪漫 花和茶本该在一起 就像我喝的 花清香 茶腥味 康师傅茉莉蜜茶 当时来之不易 珍惜从我做起 等好久啊 先来点欢乐吧 好喝的康师傅果汁 严选多汁水蜜糖 让你喝出更多欢乐 阳光 欢乐 好喝 康师傅果汁 浮兵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个战场上 虽然没有强龄待遇 但同样有冲锋陷阵 我的金山银山 每晚19点35分 就在东南瑞士 喝水和打球一样 细节至关重要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八道工序 国家专利 更安心 加矿更健康 选安心选健康 康师傅包装饮用水 不乱丢垃圾 环境更美丽 康师傅绿茶 精选两阴心嫩茶叶 富含茶多酚 茶味更清新 搭配天然蜂蜜 给我活力好心情 康师傅绿茶 清新活力 宝宝 你的天生美好 我要用所有的爱 去呵护 蓝针 二十倍乳铁蛋白 多为火性营养 激活宝宝 五大成长力 蓝针 唱不上去 还好我有 康师傅 冰糖雪梨 精选多汁雪梨 融入清甜冰糖 冰糖清 雪梨润 清润每一刻 康师傅冰糖雪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看一下新干线 那就美国发布 留学生签证新规的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先生 为了对抗 美国政府留学生签证新规 美国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南加州大学等院校 在当地法院 对美国国土安全部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提起了诉讼 那请教一下您 这些高校提起的 能不能阻止美国政府 执行这项新规定 并且美国这一留学新规 会给国际学生 和美国高校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如果 特朗普的这个规定 一刀切地执行起来的话呢 那么对美国的学校和学生 会产生两方面的 都产生影响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对于学生 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差不多有一百万左右的 各国的留学生 包括中国的留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 据统计呢 应该有三十几万 那么百万外国的留学生 在美国 目前 已经准备好秋季开学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那么特朗普的这一纸命令 突然下来呢 就使他们处在了一个 进退两难的这种境地 尤其是对于有一些留学生 已经做好了各种 在美国学习准备条件 都做好之后 比如说具体到了 房租甚至有签一年的 甚至更长的时间的 现在要求你必须要回到国内 那么这就涉及到呢 他签的房租 跟这个房主的这个关系 有一些是跟学校签的 那么学校蒙受损失 但是有一些是跟个人签的 那么学生自然要提供一些 所谓的违约金 或者是承受损失 更重要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无论是线上 还是线下教学 那么留学生在美国 即便是在线上学习 其实他是按照美国的各种 生活规律教学规律 来展开自己的学习 如果说突然局 不管什么原因 离开这个地方 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那么不仅经济上的损失 而且学习节奏上 会完全被打乱 那么还有一条呢 就是对学校的损失 就是美国的学校 如果一律执行 总统的这个命令的话呢 实际上就损害了 自己学校的这种声誉 我们都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现在是七月份了 实际上美国各个大学 早就把学生的下一个学年 甚至下一个学年的学费 都已经收了 就已经缴纳完了 这个时候 他尽管要求是说 线上教学 但是他的学费是不退的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几个著名大学 他的学费是不退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把学生又赶出美国 什么时候再回来 还不一定 这个时候就对学校的这个 声誉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实际上作为学校运营 他有这个资金和这个利润保障的 运营情况来讲 学校的声誉比具体的资金数额更重要 因此这一纸不是出于学校的决定 出于政府的决定呢 在严重的伤害学校的信誉 会影响到未来外国的留学生 这个申请这些美国的学校 因此美国的媒体已经指出来 说这一纸命令执行下去之后 今后会有更少的外国留学生到美国来 而实际上每年这个维持在百万左右 规模的外国留学生 已经成为美国各个大学 这个学费收入资金收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因此这一刀砍下来的时候 其实砍的不仅是美国的留学生 也把美国的学校砍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几个著名学校 开始这个告状 那么从美国的法律制度 和行政机构的关系而言呢 就是目前这两个就是在马萨诸塞州和加州地方法院 开始起诉美国政府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呢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因为结果非常简单 如果当地法院判学校胜诉的话 那么这个总统的行政令在这个州 或者是至少在那个学校就可以不执行 当有一个案子 就是现在是有两个法院在判着 分别判着同样一个案子 只要有一个案子 那么学校获胜的话 那么当地的移民局就要停止执行总统的这个命令 那就等于给总统的这个驱赶留学生的行政令呢 就捅了一个大窟窿 那么全美各地50个州 几千所大学就会群起校游 那么或者是走司法程序 或者是引用法院判例 来拒绝美国总统的这个一刀鞋的行政令 因此呢 看似简单的总统行政令 实际上由于这场官司 两起官司的启动呢 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好的 谢谢杨夕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试定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 海峡TV 那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收看 我是紫桥 明天见 明天见